大家好,我是冬哥 今天给大家看一下这条鱼啊 下面那条 那条红白 通味的红白 看到没有 它的肚子上的鳞片发黑了 两边都是这样子 捞上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看得清楚一点 大家看一下啊 这条蓝瘦的肚子上面的鳞片 都已经发黑了 看到没有 尤其是下腹部 这边严重一些 另外一侧还好 比那边好一点 给大家说一下啊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看一下我这里面的这个花瓶啊 玻璃花瓶 里面我种了几颗碗莲 我前几天把这个花瓶 放到这个鱼缸里面的时候 这个花瓶的位置和那个水泵 离得太近了 中间有一个很小的空隙 那条鱼 它游动的时候 就钻到了这个空隙里面 就是它 到里面被夹住了 我发现的时候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然后我把它救出来 救出来以后呢 看了一下 当时只有一点轻微的擦伤 没有掉鳞片 感觉还好 没有管它 然后现在过了几天之后啊 它的症状开始显现出来了 然后这个肚子两边的鳞片发黑了 像这个金鱼啊 蓝兽啊 它的鳞片发黑 其实是它的一种自我保护功能 是在水质不好的环境里面 大面积的变黑 就是因为金鱼感觉到环境的危险 病菌可能会大面积的爆发 还有一种就是被细菌感染啊 或者是出现了病啊 比如说水霉病 水霉病康复以后 会出现这种局部的变黑 还有一种就是 体表的损伤 造成的鳞片变黑呢 是短期性的黑色素聚集 因为黑色素能够吸收更多的紫外线 帮助伤口的杀菌还有恢复 这是一种金鱼的抗病能力 像我这条鱼就是这样子 经过水质调整啊 还有慢慢的痒 后面会自行消退的 一般不要管它 另外就是有很多人在下药后 出现这个黑斑 认为是药物中毒 其实这种说法不完全正确啊 它就是因为药物破坏了金鱼的体表黏膜 实际上就和外伤差不多 体表黏膜破坏而产生的这种黑磷 说不应该是中毒 情况下最好不要用药物治疗 是可以自行恢复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要紧一颜公里